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 新竹地区目前有52户寄养家庭 有34户有安置孩童 在新竹市的部分 还有60多位孩子安置在机构 新竹家福中心和新竹市政府 近年携手合作招募寄养家庭 期望让更多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可以在爱的环境中成长 在这个城市当中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孩子 因为父母的关系 他们可能被弃养 或者是出生的那一刻 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安定的家 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照顾 那需要透过像寄养家庭 来给予协助 所以新竹市政府来今年 我们也特别借由这个记者会 要来邀请爸爸妈妈们 有这个意愿的这个寄养家庭 加入我们的行列 未满两岁的小金鱼出生后 遭到弃养更因为生母怀孕时吸毒 而出现戒断症状 但是在寄养家庭 王湘民邱芳林的细心照料之下 小金鱼也逐渐稳定成长 带了已经一年多了 其实感情都是会有啦 我女儿已经29岁了 刚开始带她的时候 确实很痛苦很累了 因为你那么久没有带过 那么小孩 这小孩 尤其她的那种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常常半夜你还会去注意她 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她又被 她又被诊断出 就是脑部的不正常放电 会抽搐 癫痫 那就是说暗示服药 然后其实讲起来的话 因为都是有感情 我的感觉就是 我第一个的感觉 我就觉得说 她爸妈都是一个吃药的 那我第一个感觉 因为可能站在法院这边 都说有妈的孩子吃个宝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父母亲都还吃药 不能间断 那他们的中间 只是说一个时候 我们把她安护得比较好一点 社会也浪费那么多的资源 把她照顾得比较稳定一点 好那边就把她抹回去 那他们是下意识的 一下子 但是没有考虑到她的长度 我会觉得说 他们能够尽量的 就是说把她做妥善一点 为了想孩子这样 我们大家就是 能够处处更多的爱 把她长期上把她照顾 这样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个夸 给更多小朋友 能够享受到这一个 对父母亲的爱这样子 目前新竹市政府 争取调高寄养服务费 从原本的每月 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元 提高到两万一千元 至两万两千九百二十元之间 期盼能够招募更多的寄养家庭 过去的两年 我们成功的招募呢 有十一户通过训练 跟受证合可的家庭 来参与我们家福中心 跟市政府合作照顾 不幸儿童的这样一个寄养家庭的行列 那目前呢 我们有五十二户的寄养家庭 然后有三十四户有安置孩子 那其中有部分的家庭 因为安置过孩子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会让他们稍微喘息休息一下 所以并不是每一户都能够执行 这个亲自照顾孩子的一个任务 那在我们今年继续举办记者会的目的是 希望说我们在新竹地区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孩童 他需要有离开家被接受照顾的一个状况 成为寄养家庭的条件 只要具备国中以上学历 年龄在二十五到六十五岁之间 有固定收入健康良好的市民 请大家一起打开家门 让弱势的孩子有机会成为你们的家人 感受家的温暖 有关寄养家庭的细节 欢迎民众电话联系新竹家福中心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